字幕志愿者 詞人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你們回來 《紫引塔罗解惑》 這個時段也是做烏洞塔羅的時段 這個星期很多朋友來問我 都是同一個問題 就是我何時會遇到我的真命天子 我已經很不客氣 很忍不住地 聽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已經是跟大家說 哇 這個很低能的問題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何時會來 我們好像坐以待斃 好像覺得一些東西是 好像一個宿命論的想法 好像有條命就已經寫好了 我30歲會結婚 40歲生兒子 還是我是38歲就會遇到真命天子 你不應該看塔羅 你應該去批名 八字我都批的 大家都可以找我批八字 但是不知道大家是否相信宿命論 但是我們都知道在新時代的研究裡面 我們知道信念創造實相 我們自己的想法也會創造實相 塔羅是看潛意識的 雖然某一個角度 另一個角度來看 我們可以覺得宿命論是存在的 但是我們有沒有能力去改變它呢 我們可以去做一些事情的 就算如果改變不了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有些得著的 所以我們去採取什麼行動 那個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們如果等了很久都沒有感情來到 其實我不要用為什麼這個字 或者說我們可以向哪個方面去想呢 就是我有做對什麼 或者做錯了什麼 或者我沒有做到什麼 而令到我自己在這個方面想要 又得不到呢 有什麼事情我可以做 或者可以改變我的想法 到底那個狀況 或者blockage 出在哪裡呢 這樣來得是更加 我會有建設性 以及更加好 今天我設定了這個題目 叫做我的真命天子在哪裡 在哪裡呢 這樣的問法 其實我自己都沒有試過 在哪裡 不是那麼多 真的不是那麼多人會這樣來問 就是我真命天子在哪裡 在哪裡可以找到它呢 不是那麼多人會這樣問的 所以今天我們又試一下這樣玩 我真命天子到底在哪裡呢 他會不會玩一個地方 我們聽 或者我們怎樣做的時候 或者在什麼狀態之下 我們就會容易一些 遇到我們的那個 soulmate 我們的twin frame 我們的獨一無二的另一半 如果你們是 當然了 只有那些 未有另一半的 未有另一半的人才適合 玩這個 這個 互動塔羅 但是如果你說 不是呀 我已經有另一半了 但是我又覺得 他也不是我真命天子來的 那你也玩一下 看看 到底 在那個潛意識裡面的 其實如果平時也有玩塔羅人 都會知道了 就是有玩的意思 就是說你也有去 嘗試跟他 connect 嘗試在他那裡問一下問題 拿一些 insight 就是拿一些靈感的時候 你都會發覺 其實是 都很奇妙的 其實就等於好像 我經常都說 好像 很多人都有這個經驗的 就是我們想起一個人 啊 沒多久 可能撞到他 直接 又或者他就打電話來了 其實是一樣的東西來的 就是說我們有一些 眼睛看不到的力量 就是我們的thoughts 和我們的潛意識 潛意識裡面都是有很多thoughts的 很多想 即是思想 就是他是創造實上的本源來的 好了 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開始要抽牌了 一樣是三隻牌 三數是一個我的 其中是我的一個重要的number來的 好了 我們今天不說numerology 三隻牌就是 我的真命千指到底在哪裡呢 我除了為現在 今日正在看的觀眾之外 也都為將來 會來看到這條片的所有觀眾 合適他們的答案 三個答案出現 是的 一個 A 中間就會是B 兩隻的 我的真命天子 或者當然真命天女都可以 到底在哪裏呢 請你給個 說明天子 是靈感 啟發啟示 啟示比較啟示我 我的這邊是A 中間是B 右邊是C 大家記得 吸引我去放鬆自己 向前套出口氣的時候 看看前面有哪一隻牌 它是特別好像跳了出來 硬是它 就直接吸引你了 好了 選了 我們現在 就解论 看看 選了A牌的朋友 到底你的真命天子 你的真命天女 是在哪裏呢 Halvest Halvest 豐收豐盛 我這樣說 你們會不會覺得很搞笑 我看到這牌 我就看到餐廳 當你去吃東西的時候 當你感覺到很豐盛的時候 你感覺到 可能你都會是一個很喜歡吃東西的人 當你吃東西的時候 可能你就有一些感覺 覺得很滿足很豐盛 每當你覺得很豐盛的時候 就是你有這個 你就是很有魅力去吸引我的這個 一個獨一無二 真命天子的時候 有一些人會這樣說 我們全神觀之族 全神觀著 做事的時候是最有魅力 有沒有聽過別人這樣說呢 的確每一個人在某些情況裏面 是特別有自己的魅力 而選了A派的朋友 原來就告訴你 當你吃東西的時候 和你感覺到很豐盛的時候 就是你最有吸引力的時候 所以如果你又聽完這條帶之後開始 又或者現在就馬上開始 都需要一些時間適應 其實感覺一下 其實你自己選了A派的朋友 其實我多數的時間 我在什麼感覺裏面 其實今早智欣自己 經常做很多靈體練習 這段時間因為我們又再去了 Review這個叫Money Magic的課程 雖然他的練習就是幫我們 解決我們在對錢的問題上 但其實很多東西原來是一脈相通的 我們先不要透露別人的課程 總而言之我們學了一些練習回來 我也是一個乖學生 老師就說你們每天都做 我每天都做的時候 我才發現到一些東西 原來我抹了一些這樣的感覺的時候 又或者坦白說 這些不涉及別人的課程 我可以說 抹了很多負面的感覺的時候 原來自己平時運作在很多負面的感覺裏面 那些還是有很多的 沒有了那些感覺的時候 才看到原來我以前運作在這些感覺之下 所以選了A派的朋友 你雖然沒有練習在手在身 或者你有了 如果你去上過很多靈性的課程 如果沒有的話當然歡迎你去上 你也可以在Facebook inbox我 問我 或者看我們以前我們很多的訪問嘉賓 都說過很多的課程 以後都還有的 去到選一些適合自己的 如果你是真的完全沒有技術 也不喜歡用這些練習的時候 單純地自己感覺一下 或者做一下Meditation 感覺一下 你是不是大部分的時間 都在感覺到自己很豐盛的狀態呢 選了這隻牌的朋友 最可能就不是的了 除非你已經結婚了 你又走來問 而你純粹貪得意玩 平時你時時都在很豐盛的感覺裡面 而你已經是找到了你的靈魂伴侶的 就有可能是 如果不是的 因為你沒有 所以很大的可能性 就是你平時多數都不是運作在一個 感覺到自己已經是很豐盛的狀態 好了 不要太長氣了 就是這樣 選了A牌的朋友 留意你自己的感受 去到轉化一下你自己的感受 OK 選了B牌的朋友 A 我的真命天子在哪裡呢 Syn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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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又覺得 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時候 就覺得也很特別 其實這隻牌會給我的感覺 就是SYNTHESIS 這隻牌 它就會告訴我 你的場所 因為我設定這個題目的時候 都是想它給我一些特定的場所 如果可以的話 這個場所是什麼呢 原來是工作場所 辦公室 或者是你工作的地方 又或者是 如果你不在辦公室工作的話 那就不是辦公室 就是 好像我這樣 我很多時候會在咖啡店工作 就會在咖啡店工作 可以是 又或者是當你在工作的時候 當你在做一些計劃 去整理一些事情的時候 我選了B牌的朋友 原來你的思想 是可以很吸引人的 或者你是一個很懂得 已經懂得 很多角度去想事情的人 或者你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所以當你說話的時候 你是很有魅力的 當你去計劃一些事情 計劃都是要用腦 去到安排 去到想的時候 你是最有魅力的 所以 在你的 和工作有關的場所裡面 最有可能 遇到你的真命天子 和真命天女 在你工作場所裡面 多些去發揮自己 表達自己 相信 我現在看到的 就是 你們都不特別會在那裡 一般那麼多的人 但是如果你是 那一個 小數 那些 我都有點在那裡 其實在工作場所裡面的時候 都不是想很突出的 自己平時 如果你是這樣的 那你就不妨讓自己 走出來 允許自己 去到達出一些 然後呢 也張開你的眼睛 去到留意一下 咦 我身邊有些什麼 人是很吸引我的呢 因為我們知道 愛其實都是雙向的 除了別人喜歡你之外 你自己又喜歡 你的 喜歡是低層次 你的愛又會是 朝向哪些方面 哪些性格的人 怎樣的對象呢 打開你的眼睛 在你的工作場所裡面 橫視四周 你一定會看到你的機會來到 好了 選了C牌的朋友 選了C牌最後這一隻 我的真命天子 真命天女 會在哪裏呢 Change 改變 這隻牌的話呢 你就大鑊少少了 我想說 因為呢 你有些事情 性格上面 或者是習慣上面 要改變 那我會覺得 Most probably 很大的可能性 就是你是 宅男或者宅女 好像呢 我不是說 這個禮拜以來 為什麼我會設定這個題目呢 就是因為很多很多人 進來就問我 我什麼時候會遇到我的真命天子 我可以給你一個時間性 甚至乎 有一個大陸的女生 我不是面對面見到她 我也是通過一些媒體 幫她做了這個Reading 當時給了一個數目 我給了她三個月 三個月之後呢 她又真的寫回信來告訴我 就是說 正正就是在三個月的 最後那一天 她就搞定了 她就遇到這個 她很 等了很久 給她這種感覺 她等了很久 終於都 找到她要的那個人 出現 所以 是會的 是會可以出現的 但是呢 會伴隨著很多 就是好像 平時你們聽志斌說 都不會說 就這樣 給你一個時間 你一定是有些事情 需要去到 去到 改變 或者去到做的 因為以前的你的習慣 以前你的狀態 就是帶你到現在 你什麼都不變的話 其實外面會變的可能性 是很低的 所以基本上 你是一定要去到 有些改變 或者是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或者有些行動 其實行動是很重要的 而選了C派的朋友 原來就是 就是 如果你真的好像剛才 我說的 摘男摘女的話 那你就一定要 要走出來了 我剛才就說 這段時間 很多 問在 什麼時候會遇到 真命天子 真命天女的人 就發覺有些人 他們繼續摘在家 給了一個啟字 他之後 他也是繼續摘在家 摘在家裡 或者他又摘在家裡 你知道現在 你在一個電腦裡 已經可以跟全世界的人溝通 但是 不是這樣 你要的這個人 是你想他真真實實在前面 拿著你雙手的話 那你就要改變 好 選了C派的朋友 這支牌 是叫做改變 所以你要感覺一下 以前的你 因為我不是 面對面 看到你們每一個人 實際的情況 但是你得到 這個大朗的訊息 然後靠你自己 用你自己的一些直覺 感覺 每一個人都有 還有觀察 觀察都是很重要的 還有 誠信 有誠信 對自己 很誠實 很坦白 很真 對自己 這是很難做得到的 所以我提醒你們 很多時候 我們 不敢說自己 要什麼 有些人 不敢說 不敢要 所以 兜兜轉轉 要去到很多的練習 所謂的練習就是拍一次拖個傘 拍兩次拖個傘 就是練習 然後才慢慢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 以及遇到你的所謂的真命天子 真命天女 選擇了絲牌的朋友 你要真的去檢視一下 你過往以來 你認識異性 或者同性 你自己選擇 你的性取向 那時候 你是怎樣的呢 用你的 Logical Mind 邏輯去分析 有什麼 我可以改變的呢 而令到 我 遇到它的機會 會是更加多的呢 譬如 你是很喜歡 你說 我不是窄 我每天都出去喝酒 我經常都出去泡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就是怎樣 你要泡去山邊 你要泡去海邊 你要泡去大自然的地方 是的 還有呢 今天這個題目 最後了 over time 最後就是提醒大家 想要的東西 你給出去 它就會回來 所以如果你想要的是愛 的時候 你就要給愛出去 在愛情裏面 就有兩樣東西 我們都在愛情裏面想得到的 就是愛與陪伴 是不是 如果你那個愛人 人是沒有工作那麼遠 經常都不找你的時候 他還不是你愛人 他都沒有給陪伴你 是不是 就好像 這個愛人 是不是 就是不真實 所以我們就要給愛與陪伴出去 如果你想要得到一段好的感情 這個世界上 什麼人是最需要愛與陪伴的呢 就是老人家 所以 非常推薦 極力推薦你們 多些去 譬如老人院 如果你說 不是 不需要我家裏有很多老人家 都經常喊悶 經常說寂寞 這樣就恭喜你了 你就很就手了 你就是 它是你的對象 去到給愛與陪伴給他 但是這個愛與陪伴呢 都是要有一個承諾的 不要初一十五才去做 要起碼每個星期 給他45分鐘去陪伴他 全心全意這樣 給他 給他 聽他說話 陪伴他 這樣 三個月之後 如果你沒有真命 或者不要說真命天子 你沒有一個可能性的情人出現的話 你就要來找我了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這個星期 還是有嘉賓會來的 大家不要再開 一會再見 拜拜